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掌柜的抽出腰间的软剑缠住了对方的脖子 就这样两人同时隐恨西北 此时与华田带来的250名铁骑仅剩25人 他再也坐不住了 抽出侍卫的大刀用内力轻轻一震 手中的刀变化为碎片向敌人飞去 如此一招就轻松解决了几名打打人 这时离去的林彦秋英放不下赵怀安 也骑着马赶回来相逐 与华田见状再次顾忌重施 想以飞刀将其击杀 可不料却被林彦秋轻松挡下 说完赵怀安便手持双剑向与华田飞奔而去 林彦秋则回身抵挡案件的同时 甩飞手中的旗帜正中高处的弓箭手 然而就在此时 遮天蔽日的黑沙暴席卷而来 众人见状都纷纷躲进密岛 赵怀安跟与华田两人的终极对决也即将开始 羽化田手中的长剑叫醉语剑 又被称为一抹二子剑 剑身可以一分为三 母剑攻击的同时 两把子剑可以从刁钻角度飞出伤人 操作难度极大 所以只有像羽化田这样的高手 才有资格使用 因为在对战时不但要对抗母剑 还得处处提防子剑偷袭 所以赵怀安与羽化田对战显得非常被动 就在两人打得正激烈时 遮天蔽日的黑沙暴席卷而来 众人见状都纷纷躲进密岛 而此时赵怀安却心生一计 赵怀安的激将法 成功地勾起了羽化田的好胜心 他没有丝毫犹豫 骑着马就朝羽化田而去 其实赵怀安自知不是羽化田的对手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跟他同归于尽 只见赵怀安一跃而起 用手中的铁链将两人拴在一起 他们就这样被卷入了黑沙暴中 面对痴人的龙卷风 两人拉着铁链依旧打得难省难分 只见青钢龙骨剑拔弩张 羽化田的醉语剑丝毫不受狂中的影响 可随着风暴越来越大 两人也被吹得不停地打转 而此时被大风连根拔起的龙门客栈 也朝他们迎面撞来 两人只能拉住客栈的残梁横柱控制身形 很快二人就在高度的缺氧环境中失去了意识 飓风过后 沙漠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等众人再次从地道钻出来时 大漠已经焕然一新 一座苍老的古城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也正是一千年前 被黄沙掩埋的吉吉国王的宫殿 随后风里刀就带着众人进殿寻宝 不料赵怀安跟宇化田恰巧也被黑沙暴吹进了宫殿 宇化田被提前醒来的赵怀安一脚踢下了石像 刚想吐槽赵怀安不讲武德时 却又无意间发现了一把短剑 他没想到这把匕首居然能削铁如泥 赵怀安看了也是心里直骂鸟 这下真是耗子肯菜刀 死路一条啊 就在两人对峙时 众人也来到了宫殿 并发现了宇化田与赵怀安 赵怀安 你没事吧 燕秋红 他手上那把短剑消停了你 切完消息 一个臭宫女就把一帮臭人引来这里 还有你 这个张图鼠目不容不累 还敢放火 最臭的就是你 你又能怎么样 臭是本事 我们人多 就想臭死你 话音刚落 宇化田便提起短剑嘲锋里刀刺去 顾少唐剑撞连忙将其推开 不料自己却被宇化田控制 人多有用吗 是 人一座步履行多 我倒要看看谁肯能提死鬼 春歌现在在宇化田手上 一时间所有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眼看两拨人僵持不下 顾少唐则说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利 大家出来混都是为了钱财 这里满地都是金银珠宝 没必要弄得两败俱伤 更何况一个时辰后 另外一场黑沙暴就会到来 届时这座皇宫又会被沙海淹没 到时候谁都走不了 宇化田深知自己双拳难敌六手 于是他开始使用离间气氛化众人 看来咱们两个人完全想到一起去了 不过这儿去有人不想要黄金 一心只想要我的命 有他们捣乱咱们发不了财 不如这样 咱们两边联手把这两个人解决掉 如何啊 赵淮安也不是第一天闯江湖了 他自然知道达达人只为求财 在僵持下去行事对他很是不利 于是他决定将计就计和宇化田约法三章 留下宇化田赵淮安跟顾少唐在这里互相监督 风里刀带着其余几人将黄金搬运出去 然而就在众人到达出口时 肃慧荣对着林燕秋的妖子就是一通乱套 可这足足捅了九十九刀 然而却刀刀避过要害 你是宇化田派来的习作 我们冲击了 没想到这个一向胆小怕失的肃慧荣 竟然是宇化田派来的见底 怪不得他这一路上 都在有意无意的给西场留下线索 其目的就是帮助炒花 将赵淮安等人一网打尽 陆武功和记忆 你都比不上 现在我去杀了赵淮安 肃慧荣转身回去的同时 锋里刀也大喊着追了上去 可他根本就不会武功 眨眼间肃慧荣就不见了踪迹 并且他还在经过的地方 全都布下了西域金蚕丝 愣头愣脑的哈刚想要冲过去 幸好被锋里刀及时抱住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他布下这么多险阱 就是不然我们 先去通知找回来 大侠 怎么了 不好了 他们为了黄金打了起来 打得头破血流 然而就在肃慧荣想要顾忌重施 对着赵淮安的腰子下手时 机智的哈刚吹起了 他们的警报暗影 是危险谁靠 你那么害怕余花田 再进来就不怕他抓你 眼看自己已经暴露 肃慧荣也不再隐藏 直接拿出金丝线 对着赵淮安发起攻击 可不料被他一招玄御手 轻松化解 我为什么进来 我进来就是帮林一群 杀了你这个薄情 而此时外面的黑沙暴再次来袭 如果不及时撤离 大家都要被埋葬于此 哈刚壮汉为了救人 只听他一声怒吼 直接将客栈的木桩推了下去 赵淮安见状连忙 让顾绍堂上去堵住出口 他自己留下来和羽化田同归于尽 羽化田则命令肃慧荣上去干掉顾绍堂 而他却私自在木桩上布下了金蚕丝 顾绍堂看到后先发制人 甩出树莓钩尾飞镖 虽然肃慧荣轻松躲避了致命一击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自己的金蚕丝 让顾绍堂的飞刀变得越发神出轨落 一刀连带一刀从四面八方起来 最终被三枚飞刀击落 死在了自己布置的蚕丝之下 小心肃慧荣走过的地方 留下井 身负重伤的林燕秋看到一把剑 于是飞身跳下拔出长剑 不料却被羽化田从身后偷袭 眼看林燕秋不敌 赵怀安赶紧过来帮忙 却不想被羽化田一招击腿 接着将林燕秋的手腕调转 一剑刺中赵怀安的胸口 受伤的赵怀安也终于激发了被动技能 那就是有着毁天灭地之称的佛山无影脚 羽化田被踢得毫无招架之力 紧接着一脚踢出短剑 林燕秋则趁机使出转手剑 瞬间将有着最美场花之名的羽化田斩杀 在最后时刻 众人携手逃出了地下皇宫 黑沙暴也如期而至 风暴过后 沙漠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平静到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而经过这件事后 林燕秋也明白了赵怀安心中的江湖 生离死别无需任何牵挂 你就跟他说我逍遥远去 就这样 随后骑着马扬尘而去 而醒来的赵怀安见自己的小姨妹不见了 也骑着马踏上了追妻之路 留下的众人也在追寻自己的江湖 顾少堂选择从建龙门客栈 风里刀则选择回到了皇宫 冒充羽化田和万贵妃过上了没修没丧